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12日 星期日 這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說說網上最新風傳 就是粉嶺出現疑似的拐子婆 據報家長撞破時 拐子婆和同黨立即離開 整件事是怎樣的 家長都人心惶惶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相亦和各位網友看看短片 農曆新年過了 但仍然有民間煙花會演 今次到哪裏和各位了解一下 一起看看片 另外有個怪現象 說近日港鐵車廂 不知道是否興起全身穿黃金色的熱潮 全身都是黃金色的 有相有真相和各位一起說說 不知道是甚麼怪現象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粉嶺華明川 是經驗拐子婆 想著帶走事主六歲的女兒 失敗過後和另一個男子疑似同黨立即逃走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真人真事發生在我家庭的身上 那名家長日前在Facebook發這個警示的帖文 指日前丈夫帶著奏讀小學一年班的六歲女兒 外出的時間如此遇上拐子婆 事發是星期三 2月8日下午3時40分 當時港巴和女兒在粉嶺華明川一間超級市場的門外 當港巴正在鎖單車之時 突然之間有一名陌生女子走近 伸手向這個女童的書包方向企圖帶她走 就說那個女人搭著我女兒的書包推她 想帶她走 幸好港巴及時發現 立即學庭女子並打算執問對方 就說我老公學著她 一手牽著女兒 一邊追著女人 陌生女子見事敗過後立即急急逃去 同行原來還有同黨 另一個同黨是男人 就說轉個彎女人和還有一個男人擺明同一夥 就已經不見了 港媽貼文中就說她不知道事發地點 有沒有閉路電視拍下事發經過 亦不清楚報警有沒有用 但會跟丈夫商量過後決定先被案 就說不知道報警有沒有用 但一定要做 同時提醒區內家長保持警覺 妥善看管子女 鐵文一出引來網友的關注 不少人直指事件中的女子行為窗狂 同時建議港巴及屋邨商場查問了解閉路電視有沒有營地經過 就問這麼困難?小朋友多少歲?如果小一點的話容什麼一抱就離開 真是好可怕 亦有網友說光天白日這些人真是猖狂 大家真是要好好照顧身邊的小朋友 亦有網友提醒事事要小心切勿有同情心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相關熱話在網上的討論區繼續廣傳當中 事發在粉嶺的華明村 港巴在超級市場買東西 在門前拍單車的時間 就見到陌生女子推她的女兒 女兒六歲大 渴停她打算跟她對摘的時間馬上離開 離開後跟另一個男人會合再跑走 結果這件事發生在粉嶺 粉嶺也很近近近通關的關口 未知現在這個事件中的拐子婆 是本地人還是哪裏的人不得而知 但一定要小心各位家長朋友 因為這位家長特意將經歷寫上網 提醒各位盡量小心一點 即是看管的子女 尤其是在粉嶺 華明村一帶的網友要多加小心 至於這件事怎樣的下文 估計那對父母稍後有機會去報警 未知任何調查工作及相關閉路電視片段 會否曝光 另外亦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片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黃金海岸煙花會演 拍片者說真的無法無天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農曆新年假期已過 不過非法的煙花會演仍然不絕 在昨日2月11日晚上約8時 再有人在屯門黃金海岸 非法放煙花 有讀者向HK01提供片段 長度達到1分30秒 拍到在海豚廣場附近 不斷有煙花在半空綻放 拍片者就蓋炭真是無法無天 視警察如無物 各位網友看過短片 其實現在農曆新年也過了 元宵節也過了 不過仍然有突然之間 非法的民間煙花會演 再強調香港放煙花就犯法 在新年期間放煙花當然有些氣氛 不過以往也有人被人捉過 現在連農曆新年也過了 估不到相關的民間煙花會演 好像是繼續 另外也說說這則怪民 說近期地鐵車廂 不知為何經燃黃金之風 甚麼意思 人人都穿到全身黃金色 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車廂驚艷黃金俠 有網友分別上載金色激突男子 和金色西裝大叔的短片和相片 上Facebook討論他 引起網友一陣空洞 挨起車門位置座椅旁邊的金髮男子 穿一身閃亮金衣 腳踏疑似的泡紋鞋 穿著黃色的襪 還單邊背著一個包袱狀的金袋子 男子正傳神觀珠看手機 由於金色紮身褲過於緊身 而出現刺激眼球的激突效果 至於懷疑坐在關外座的金色西裝大叔 那個打扮更耀眼 一套閃亮的西裝配上雙襯的金色袋巾 結上黃紅相關斜紋領帶 搭著皮鞋亦非常金色 再藏色穿上青綠色的襪 西裝骨骨的造型非常鎮定 對於車廂吹起黃金之風 網友上載原裝黃金盒的照片比對 並形容滿城盡帶黃金甲 由網友估計莫非要去黃金商場 還是要去中環行為藝術 並燒然要參加金像獎 還有人估計準備登台 就問是否登台 還是參加大叔好聲音 有網友特別稱讚 那個金色的西裝大叔套衣服很漂亮 就說佩服地提問 金色的老闆這麼難找 他如何由頭到尾可以弄到這樣的老闆出來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報道的網絡熱話 都是趣聞一則 不知為何近期香港各區的情況特別奇怪 這個就是黃金之風 在港鐵車廂當中上演 就是全身都穿黃金色 不知哪裏的人也不知他們將會去哪裏 其實各區也有一些奇怪的現象 近期其中一個奇怪的現象 過於各區都有恆黑 這個恆黑大軍殺到 結果各區的情況隨著通關過後 可能就會有些新變化 另外亦跟準一下今天馬拉松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關渣打馬拉松 有31位選手不舒服送院 涉及體溫過高、熱衰竭、頭暈和扭傷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架渣打馬拉松在今天2月12日舉行 一共有37,000位選手參賽 半馬和10公里賽事在5時45分 分別在尖沙咀尼敦道和東區走廊起跑 全馬的參加者早上6時在尼敦道出發 截至早上11時 醫管局公布累計18位跑手不舒服送院自來 13男5女 其中12人情況穩定 4人已經出院 2人情況未明 跑手分別送東區馬加烈、瑪麗和勒敦自醫院 送院的時間徵狀包括 頭暈、缺水、視力模糊、腳痛等等 今天大會在12時舉行的賽後總結記者會公布 截至11時一共有31位跑手送醫院 全部情況穩定 徵狀包括體穩過高 熱鬚揭頭暈、牛傷等等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今天有渣打馬拉松賽事順利完成 但當中有30多位選手不舒服送院 鄺仔今年沒有跑渣打馬拉松 以往跑的時間的確挺辛苦 又要早起床 另外當中有很多不同因素 今次還要這麼潮濕 濕度相當重 結果有不少的跑手都不舒服送院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鄺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